这里是七九电台 七九七九一聊一休 大家好 我是小韩 我是盖盖 今天也是又看到我们最面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物种 大家如果看看我们太太乐视频的话 可能对这个人很熟悉 因为曾经被我们欺负过 不是欺负我们是帮他变帅 你老欺负他 然后让他自己介绍一下 你好大家好 我怎么说呢 你叫什么 你介绍一下自己名字 这不是都你娶了吗 你就说你自己本名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建莆田 我本名叫陈宇健 阿剑 你有名字是吗 太谢谢你了 你这么一直到我 因为我们就一直叫他祝格祝格 然后小韩之前还一直说 他名字叫林永健 祝格 祝格这个由来也是非常有意思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叫他祝格 我给你讲一下 就普及一下他为什么叫祝格 因为是有一次他那个露营去 喝多了 吐出来柱形状的东西 就做披萨吧 这个太恶心 我们不说了 就盖着自己满脸 做披萨也 带味道 这是一期带味道的节目 真是 然后我们今天叫祝格来 因为祝格今天好好说普通话 因为我们是电台节目 普通话标准一点 否则是大家听不懂 我感觉有点难为我了 因为大家一听就 祝格就知道福建那边的人 对吧 然后让他要去胡建 胡建人 胡建人 对 你在这边广东人多吗 广东朋友 这边应该挺多的吧 不敢叫 不敢叫 害怕被吃掉了 前段时间还跟我探讨清真 还红烧好吃 你就把你吃了药 关键你这太恶心了 他们吃你也下不起嘴 估计 因为他们这边很多翻译特别怪 什么 他们有个方便叫妈妈 然后就什么 什么主妈妈 对啊 双便便 但他们很多摊子上面会翻译成 那个中文嘛 吵妈妈 吵妈妈 对 然后那个你那天跟我们说的是什么 什么福建人 福建 龟屌福建人 差不多 爆炒还是什么 爆炒福建人 就是路边摊会 对 暴炒福建人 小心点 太太危险了 我60猪就把他给炒了 真的小心 45猪就把我炒了 还不到60 跟大家说一下 猪哥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 应该算28吧 我感觉 我自己说 今年几几年呢 我觉得 大家如果看我们的video podcast 如果是在西瓜或者YouTube 哔哩哔哩上面可以看到猪哥的长相 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自己笑什么 这些盛世美颜 是不是怕把镜头崩掉 那没这回事 主要我怀疑你的像素够不够高 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把猪哥请来 大家可以可能就听他的老家 就是莆田 然后莆田这个东西是挺有争议的 因为大多数人脑子一听到 我们有个叫什么莆田系 对吧 就是你老家那边 其实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了解 因为只是从别人说 有什么莆田系医院 还有 莆田篮球鞋 那这猪哥聊 我们聊一下 先聊一下你的家乡 莆田 它是怎么样一个地方 因为我对福建那边不太了解 莆田的话 它其实如果说晚很早之前提的话 它是沿海的吗 对 它直接就靠海 但它不是 我记得不是闽南地区 它应该叫接近闽中了吧 好像是这样的意思 对 然后那边从古代开始好像就比较穷 对 然后所以我们那边就考公民的人特别多 好像出过了九个庄园跟两千多个近视吧 然后还有吉论宅相这样子 我们一般一般对外说 就是文献民邦 那你们那边还出了不少名人啊 算是吧 有没有特别出名的 就是你能叫出名字来的 那个苏法家跟宅相叫蔡香 对 你哦 你是听到过吗 这我也不认识 这个啊 那我们聊一下那边 普天现在最出名的 鞋吧 嗯 对 现在一说普天一般就 鞋 普天系 就这两块吧 一般也能 他们所说的普天系 这个系是代表什么呢 我知道医院 普天系医院是什么 是这种小的私立的医院吗 是那种整形医院 好像 是整形的吗 好像是 南科 副科 哦 不是整科 对 现在的话 整形的也基本上都是 那为什么 普天系 那个就特别 嗯 专门做 你们那边就专门做那种 升职 什么不就妇科 南科 那些 这可能有什么 祖传秘方吧 对你们那边是专门 就是学医的人 特别多还是怎么样 呃 也不是 他是呃 我们那边的人就 比较偏向于 同一个村子 又带同一个村子的人 或者同一个镇子的人 带同一个镇子的人 比较团结 呃 你们那边就是等于说是那种宗亲意识特别强 是不是 哎 是 哎 那你们有没有那种什么祠堂那些东西有吗 哎 还这还真有 真有 包括每个村子基本上都是同性 哎 这个 所以你们村子里都姓林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找不都姓柱呢 哈哈哈哈 差不多吧 哎 这个对我们像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 这个就很少接触到这一块了 嗯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 比如说北上广 包括你天津那边 人相对来说比较散 对对对 就没有 就亲戚朋友也不是都住在一起 我们现在以前说远亲 现在好像远亲都没这个概念 就远亲已经不算亲戚范畴之内的了 嗯 对吧 好像就是有 你们那边可能还有吧 有有有 有句说就是假如说什么 我奶奶妹妹的孩子啊 或者是我应该叫什么叫叔叔 我搞不清楚这些 应该叫叔叔 但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生活好像这种 这种意识比较淡薄一点了 就没有 是 你们那边还是就是 红腔 就就就就就相当于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这种 还是有那种感觉 是吧 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如果碰到一个上海人 就最多就是说 呃 如果刚认识的话 对 最多也就是说用上海话聊聊天啊 也没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 这种 什么认同感那种 对不对 就是不像以前说在国外碰到老乡啊 那些 因为可能上海也太大了 嗯 但是你们如果在这边碰到老乡会不会有这种 如果是同一个同一个地方出来的 哎 这互相帮助啊 这种就真的这样自己家里亲戚那种 我说的互相帮助是真的就当自己家里人这种亲戚的帮助会吗 这种其实呃我觉得跟地域可能有点关系 但是更主要还跟那个人的围人有关系 嗯 也不是说呃我们那边人呃 呃 Verb 你们都这样 都这样都这样 都这样认识 然后住下来啊都能走到一起会怎么样 还是要 说真的对对对 但是在泰国好像呃 潮汕地区的人 潮汕不在你们那边吧呃 呃 去广东那边 对由那是广广 那也是 刮 гром takes докум 这一块 对 相邻的很近啊 那你 嗯 你现在在这边有没有加入什么 同乡会那些社团组 我就知道你想说社团组 他们这边就是真的 就是你在就上次咱去那个商业区叫什么 CBD什么就CBD 对CBP CBP那地方有个福建的商会 商会就在那 就所以说就好像在我的意识里 像就是福建人 就是好像是挺能闯的 而且就是福建商会就好多人 做商业座都挺大的 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对这个问题刚来泰国的时候 我有一个上海人群 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还是刚才回到 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上海人 还是比较散 因为就是在大城市里面 就是人际关系相对来说 就相对比较淡漠一点 对对吧 就各顾各的就也怕别人骗啊 或者怎么样 你们那边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小嘛 很多人与人之间关系啊 好像还是比较团结一点啊 这个确实 所以我看你有全国全世界各地吧 很多那种福建出去的人 就相对来说比较团结 刚刚到的地方会帮忙啊什么 是对吧 这好像南就靠近沿海地区的人 都好像比较这样这方面 但我们上海应该也算沿海吧 我们那是太沿海 对但你们那边 你们有天津商会吗 没有 很少 有可能也不知道 真的有 就是天津人不爱出门 太少了 这个也有关系 对吧 就是上海人好像往外跑的 也不算特别多 但福建那边 可能因为就是以前比较 经济没那么发达 对对 我说来天津就是 就比较穷 可能会往外去闯 可能大城市的就觉得 生活的还不错 可能就往外闯的那种 冲劲会没有那么大 我们那边工作又轻松 然后物价又特别合理 人民幸福值是非常高 对 你跟我说过你们那边物价 我就觉得 他不愿意出去 对 人家又爱吃东西 其实你像上海也是 上海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 就大多数上海人 也是那种小富质家那种 就很少有闯的那种 就是过过小日子 所以因为我觉得地理环境在那边 就势必造就上海 是要有一个一线城市这样 但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压力大 然后你看你们那边 就像上海北京广州 就这种城市包容性很强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是当地人 对 就是所以说包容性很强 你看开餐厅 就莫名其妙火一个餐厅 然后人挺多这种都很正常 对象你像上海人不吃 说不吃辣 那川菜在上海可火了 但是你看天津了 天津这个东西就特别奇怪 好多在全国各地特别火的那些餐厅 要开到天津没人去 是吗 你们只认天津当地的 不是 天津吃饭或者什么都挺刁的 就是事特别多 就所以说他差一点 或者什么的就真没人吃 就像之前有一个特别火 叫什么老张牛肉面 什么的那种 台湾特别火的那种 然后开到天津可能排两天 对后没人去了 吃过一次人就再也不去了 那上海是就莫名其妙 一火一个点 一火一个点 他真的是要在这个店 假设说这个餐厅 要是在天津开的特别火 那一定是不错的 绝对是有点东西 就他就肯定是你就去吧 那也不错 那我觉得就是你的指向性很强 如果真火了 我肯定但我们就是这边就很容易火 但是这个有时候我们去吃了以后 对就莫名其妙 这为什么会火 为什么会火 这可能就是商业 上海是一个比较商业的一个城市 他很容易去去做一个操盘 就操怎么商业操作一通以后 马上就可以很火 对就是一般的像餐饮行业 就是好多人就说大概这个就是一个品牌创创列 如果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干过超过两年 就是味道也不错 对吧 如果真超过五年 可能就是要往那个百年老店方向去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真的你要在天津能挺过半年 那那餐厅应该不错了 就是半年人还是一样多 跟开业时那种感觉是一样 那就真是 就真是特别棒了 这你们的口味比较刁壮还是说 就是天津人就挺讲究吃的 你就赚点钱可能都吃了 就特别爱吃东西 然后本身天津又靠海 海鲜什么的也便宜 然后做法也多 然后就是口味或者什么的 就是他们对厨师 对一些食材的要求 要求特别高 特别会吃 就说 就是爱吃海鲜 就是借钱买海货 不算不会过 就是你借钱吃这海鲜 你都会算会过日子 因为可能是真的太好吃了 我打断一下 我们把空调开一下 OK 咱们接着回到这个 就是你们家乡的事 我再打断一下 刚才说到海鲜 你们两个其实都是在沿海 我们上海不算太沿海 就海鲜也不算特别多 你们两个地方的一个北 一个南吗 你们海鲜的做法什么 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因为我们上海来说的话 一般海鲜就是水煮一下 大部分地区都是白酌 白酌 白酌是最基本的一个吃法 然后最新鲜的 原味的 然后我们那边就蒸 大部分东西都蒸一下 或者是蒸像蘸那种调料三合油 就是醋 酱油 香油 什么调的那种三合油 切上葱姜的 葱姜 那还是差不多的 在里面 对我听这么说 应该差不多 海鲜做法都是 就是吃个新鲜 还有海鲜的成熟度 就是饱满度 比如说你要吃一个皮皮虾 包开什么都没有空的 就跟在咱这边买的一样 包开之后什么都没有 我们上海很多就这样 就一个腥味 对上海很多这样就空的 里面没什么肉的 你要说这个就是买完这东西 假如这皮皮虾 就是人家就必须卖 卖皮皮虾这东西就是保肥保有脂 对 那还 我们那叫还 你就这大哥人就说了 这随便吃啊 你也吃不好 回去拿这皮皮鲜柄 摘我脸上 那这个海鲜是因为它运输途中会瘦掉了 还是说它生长的海域啊 生长海域有关系 那如果是饱满的 你哪怕运到上海 它也是饱满 它也是饱满 但是就没有那个新鲜度 新鲜不够了 但是现在有空运 有空运 但是你们吃到那东西成本就高了 是 对不对 成本高一点 上海倒无所谓 因为本来物价格 大家有愿意花这个钱的吗 但是就是说有些 就哪怕有时候我们去饭店里面吃 其实很多东西也不是特别豪满 他们会选择就是那种商家 会选择在你们临近海域买那种差不多 对浙江那边 对吧 所以就是成本就直接就降下来了 那浙江那边的海鲜是不如你们福建天津吗 应该是 跳拨一下 我们那边是就特别有名 吃海鲜的那个东西 就是什么大海红 就那大螃蟹 我上海就特别喜欢吃海鲜 有可能没有 我们那边都 刚才都说了 就是一道海鲜剂 人都拼了 那真的 真的是 我们就经常就是 开车直接就开到海边 然后那有那种 那可能就是 雨船直接搜 对吧 对 那旁边是不是还有什么加工店 他直接 就直接找那店 然后他们家有船 然后当天打来的 自己在饭店就卖 那所以我上次有看过一个视频博主也是 他说我不喜欢吃海鲜 后来拍了个海鲜 他说我发现的不是我不喜欢吃 是因为我没吃到过好的海鲜 对 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对 他很多东西我们比如说 就是内陆地区 他们吃了很多东西冰鲜的 可能一冰什么就不惊心的 有点腥味 就跟我一样 我原来在天津 我特别还特别喜欢吃泰餐 我觉得这太好吃了 这也没事 吃两顿 然后来到泰国之后 我没吃过真正泰餐 因为它真正泰餐不好吃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国内都是改良的 我们上海的泰餐就特别精致 我们那边也特别精致 还挺贵的 挺贵的 你现在一想 他那一份炒 咱现在就知道炒港抛 在咱那一份卖38 58的人民币 那没有 我们不止 然后就说这意思 反正我也忘了都是多少钱 就是挺贵的 这边就三十猪吗 这边三十猪 给你吃吐了 八十猪那也真 上来这么大一盆 真这么大一盆 哪里那么大一盆 咱吃那鸡 鸡饭 你吃过吗 那个鸡饭 这么大一盆 真这么大一盆 我在青麦大学后门那边 看到过 一个大盘子 装着面的 或者饭的那种 一大份 真挺夸张的 我们上次吃 他们一家三口吃一份 没有两个人吃一份 我自己吃一份 然后可能还夹他们两块 太能吃了 这边真的 它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有 它有很多 咱就是不适应的那种东西 就是味道 确实 比如像鱼露 那种 有些它有做 那个叫什么 宋丹 宋丹米们会放那种臭蟹 那些 可能我们就 太臭了 接受不了 对 但我老婆爱吃这个 爱吃那个宋丹米 要放 就很泰的 很泰式的宋丹 它就要有那味道 没那味道 还真的不是 你们那边不是也是 会把鱼露 他们那边也有 应该 鱼露哪都有 但是放的频率 没这么大 对 上海 上海基本不用鱼露 就我 个别菜 我到广州之前 我都 没 碰过 鱼露 然后到广州 那你们那边 有吃鱼露的习惯吗 没有 也没有 那是广东那边 潮汕那边的 你去广东干什么 那时候跑广 广州那上班 卖假鞋去 卖假鞋 我就在古典买了 我们回到 那个 我就说假鞋的问题 那个 因为我不懂鞋 他那个鞋子 是比正品的 要便宜特别多 对吧 对 那他的质量呢 质量 那肯定要 打折多 但我之前 好像看到有些 我也看过一些视频 好像说有些 他可能也分等级吧 对的 对的 对吧 也分等级 是分等级的 就像 我举个例子吧 一般上市面上 比如说有分通货 然后增标 公司 集的 那个原单的 对 一般人可能 他听不懂 就是 其实通货下面 还有更次等级 但是那种级别 就是 你可能远远的看 哪怕 不要说近看 远看 你可能都接受不了 绝对不会有人买他的 这期节目 播完之后 我真的给你 就是提个想 买事盔甲 有可能就路上碰见老乡 被打死了 不过鞋 他真的是 有好有坏 因为我们 就最直接的 就是我们自己 都穿自己那边 普天生产的鞋 对 你们那边 除了就做这些个 就刚才咱说到的那些 他做不做 其他自己的那种东西 有 自己品牌 你说鞋子方面的 对 有 但是少 就比如我一个发小 他家里工产 就不做假鞋 他做的也是 自己品牌 自己品牌 但是都是做外贸 类似什么 耐克尔王之类的 没 就完全是自己的品牌的 也有 也有 对 那就是可能 可能很多人的品 还是看品牌认知度 对 对吧 其实我是觉得 就 你们那边就缺个设计师 这个确实 因为 如果再打一个好点品牌的话 我觉得就是 其实中国人是能做出来好质量的 只是说品牌认知度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创新设计的 是 你刚才说的这点很重要 那个设计 是真有那种 就是那种代工厂 在你们那生产 这个针鞋的吗 那真的是有的 以前很多那种耐克什么 不都是在广东地区 南部地区 在东莞那边 对 都是在那边做的 就正品的都是在那边做的 正品确实那边有很多 我知道 因为你像我们头盔也是 很多那种Simpson 大家知名的Simpson 哪里做的 上海做的 所以我为什么不买Simpson 自己不放心是吗 不是 就是我觉得 我花那么贵的价格 然后就 在我们上海做的 就好像不太值得那种 但是你不可否认 这个Simpson的头盔 是的确是很知名 很有 对吧 也是一个信仰 对 你这也就是 好多人就是 都会存在 一种这样的偏见 就是我也会有 就是感觉 这东西 就在家门口 是做的 我怎么卖那么贵 这弄不好 邻居家那二白 就过去 他就是 这头盔他做的 这感觉 怎么二白做的靠谱 就是这种感觉 但质量 其实都一样 质量不错的 就像我以前在上海 我开的车 全是国产车 就我们不谈什么 爱国不爱国 我就 我开北京机谱 我开上汽通用的 我觉得都还不错 都 都挺好的 就挺好 但是 但是 但是大多数人的眼光看 我 他 不上档次 对 这个确实是 你有东西 你 你排面 排面排面 对 说半天了 对吧 就这事 你怎么也得买个合资的车 对 很多国人还在观念 所以说 现在你们那个地方的人 是富有了吗 还是 还那样 稍微好点了 这东西 比较难说 因为 你有钱跟没钱 这东西要怎么区分 怎么去衡量 对 怎么衡量 你不说就是 就古代 你们那儿就特别 穷人都去读书 对不对 然后现在是不是好一些了 那现在肯定病患很大 然后都不读书了 开医院了 开医院去 对 那个时候就是前几年 那这种就好像挺沸沸扬扬的 说什么那个南科医院 是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个治的零不零的 什么的好像 对 然后收费 对 说都是什么 什么莆田系医院 反正好像大家一提到 就是这个 特别反感 对 就开始 就是地狱性这个标志 但是你看 就是咱跟祝格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他挺好玩的 这个也是我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我不太喜欢打地狱炮那些 就是说很多人说河南的都是骗子 但是我在上海的很多河南的就是小伙子 特别兴奋 然后做东西也特别实实在在的 对吧 你说还有就这种类型太多了 对对对对 你就不能是以偏盖权 对 但我就是今天我们想深入了解一下你们那边 就是那些医院是真的有好好的 还是说真的就是可能大家印象中还是正是正确的 这东西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他那时候号称是说 这种私立医院 措盖了全国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他的量在那边 对 然后里面有好有坏肯定会这样 如果全都是坏的 他不可能是从会下去的 对 那可能就是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全千里 对 这个东西就是跟那哪吒里面说那句话一样 就是这个人的偏见就是一座大山 对吧 也无论你怎么去努力 就是你想移他也移不动 真是这样 你就是好多人这直观 那个莆田都做假鞋 莆田都开医院 对吧 河南人都骗 天津人全都说相 天津人怎么就都是卖包子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就是这种 就是你大妈乡西人都是赶尸的 就是南人全都会下骨 是这样吗 这不是啊 泰国人全都会法术 哎呦 这真是 这是胡闹 这都是 这就是好多人 就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你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 或者是怎么样 你可以去一趟 你可以在那待着感受一下 然后究竟这个真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实际亲身的体验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好多就是 但是你想大多数人还是没有这个时间去 你说我去感受啊 或者怎么样还是往上 对你可以就听有过感受的人去说说 对吧 然后他没去过 你那儿都 泰国人全都是人妖 对对对对 那路都跑人妖全都是啊 我刚我刚来泰国的时候 很多人还跟我开玩 当然他们可能没有饿意 但我听的特别不舒服 你去泰国 你去泰国变性啊 做人妖啊 你说这个我身边朋友经常 有的时候这么开玩笑 一说到泰国就 就人妖嘛 对对对对吧 都是一样对吧 你就是跟祝哥在一块 但反过来说 第一印象也是 祝哥你你们家是做假鞋的吗 就是这种感觉 就咱也会有这种 但好像我 也听到就是人妖最早出 最早人妖不是在泰国 好像是在马来西亚 还是哪里 缅甸啊 哪里 反正不是泰国 应该泰国给翻光大 这事确实有 就是泰国方向光大了 这个东西你说有吗 就是咱也是 就是闲话闲说嘛 他有挺多的 有那种真的是 就是你们肯定都见过 对不对 咱在这待这么长 是有那种巨票的 你看不出来的 我现在很不喜欢用人妖两个字 去定义他们 就是我是觉得 就是我们在这边 大家时间长了 我是觉得用人妖两个字 定义有点侮辱性 他们听不懂 对我感觉有点侮辱性 可能你说变性人 或者说那些 因为如果说我没来过泰国 什么听到人妖 因为在我们中文字里面 妖这个字是不好的 是 妖 对 对吧 不人不鬼的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边 也接触过一些这种变性人 他就是普通人 很好 对人还挺好的 特别热情 人很好 然后也没有造成你任何不舒服 那种感觉 也有 有吗 也有那种看着 太可怕了 不是 不是 他不会跑过来 在你身上摸了 也有 那是旅游景区的协会 不是路上也有 有吗 你碰到过吗 我碰到过 那你就是招他们的体质 我反正是没碰到过 他看见我 我从那走 他就 喜欢吗 他 我就干嘛 那是特殊行业 不是 我就在一个特别正式的地方 你肯定走 走到那些不正常的地方去 不是 那我们你碰到过吗 我真没碰到 我上次 大家看不上主格 我上次 我上次好像还在那庙里 我正在去庙里 跟我弟 我们俩正在溜 然后就是过来个人 然后就过来 跟我 就 我弟 你过去跟他聊 我 走 太吓人了 但是我碰到的一些菜场里面的一些都都还挺好的 都还挺正常的 所以说我 因为我可能我们在这边生活时间长了 对这个东西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每个人的选择 只要你不影响人家不造成别人的不舒服 我现在都尊重 包括同性恋那些我都尊重 我一直觉得就挺正常 我在上海也接受那个同性恋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那种同性恋 就明明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同性恋 他会在你身上摸 然后就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会造成我不舒服 我就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人摸你了对吗 有 但是 但是你 你如果说你是正常的 然后比如说诸葛事同性恋 什么我们正常交流 我就特别尊重那样的 是吗 这是你个人的选择吗 同性恋是吗 我要是的话 你还能坐我旁边吗 那我就坐你旁边去 诸葛有五个女朋友 开玩笑 回头都挂你家 诸葛最近女朋友没气 关于我们有好题的 关于同性恋这个话题 我以前有个朋友 然后我妹跟他说 他说他能接受自己的孩子 如果是男的 他能接受他是同性恋 如果女的 他不能接受他是同性恋 为什么 他的给我的理由特别有意思 他说如果两个男的结婚 如果不结婚在家里 两个男的在一起生活 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比如说搬家搬东西 男的就是生来就壮 就是真的东西 能解决换灯泡那些 你以为那女的没劲 不是 他说如果两个女的同性在一起生活的话 他生活上可能会造成很多不方便 比如说换灯泡 一些这些 他是从这份生活方面考虑 他就给我的这个观念就特别奇怪 他说如果我是女 我都不能同性 个儿高劲大的 扔铁饼的 那还不如找个男 对 就是话说回来 你能接受吗 你说你包容一下 你能接受 接着昆天这样 你能接受吗 他就长大就喜欢男孩 你能接受我 我抛开家里人 如果说他是正常的 然后正常能够生活各方面 我是不说是完全能接受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 你出去一看那边 跟一小男孩那亲嘴 你能接受吗 这事你想想 如果他硬要这样的话 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 是 对吧 我们的教育 只是说我能接受到一个 我没办法 只能顺从他 但是你说我鼓励他那种 我们可能 我们这一年代受的教育 并不祝福他 就是你要让我说 你要让我说 你要让我说 他以后长大了 我会 我支持 我鼓励 我不说鼓励 我支持完全那个 我可能也做不到 但是你说我要完全打压他 你如果是这样 我就把你赶出家门 我又不认你这个 那我可能也没到那么极端 就如果他真的是这样 如果自己也 生活也喜欢这样生活 自己也习惯这样的 那我觉得也没必要造成他不舒服 或者说造成他永远不开心 对吧 那我只能说 OK 那我没办法 但是你说如果 对吧 那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爱洛伊是这样的话 你说我把他赶出家门 你我不认你 对对 那我也只能接受 我们是被迫接受 眼不见为净 对啊 回来啊 回来尽量就能不回来不回 对 你说 你们完全接受吧 我可能还 我觉得 就作为咱们就算思想比较开放的 真到这个事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是 你可能我也是 就跟我一样吧 就也能这样 只能这样 那没办 那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 你打死他吗 对对对吧 对这个 眼睁这个东西也是 就自己的 那可能我们 我们只是现在说 你若干年可能再过个 比如说 十年二十年以后 可能我们的思想 更更改变了 对 因为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国家 就立法是可以同行的 那个东西吗 对吧 但我目前来说 我们的思想可能就 那当然还是男女 那个我们是传统的 比较能接受一点 对 咱可能还是 是有就是父母一辈的这种影响 或者是传统观念的影响 对 就我 我说到 我说到之前那个 墓地的问题 落葬的问题 就像 我 我一直是觉得 就是说 就是花个几十万买一块墓地 然后就是过清明节 过去扫一下 走个形式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样的 我可能就是 但是 如果说我父母百年哪一天 但是我还是会这么做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 让我没法思想上去改变这个东西 对 但是我希望 我从我下一代 我儿子的那段 我不希望给他灌输这个 可能我会灌输他 就是我死了 你就把他把我养了吧 养会 我刚想这么说 回不了家 就你 你就 哪怕不养 我之前说过 现在不是有那种 做一个晶体 像水晶一样的 可以戴在身上 谁戴身上 有 还真有 我就说这个东西 不但是 我反过这一方面 我是开放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 我会不建议 我是觉得挺好的 父母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我不借着 但可能老法里面说 这个什么对人不好 什么 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讲究 我是觉得我父母 能够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觉得特别好 到咱这一代 可能就想 我要是真是死了之后 你乐阳就阳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对 但是我就 捐了也没关系 我就不希望 就是说 造成一个 只是走行式 我清明结果去扫一下 平时 你只要心里记着我 我在哪里 什么方式 你都一样 你留一段视频 留在手机里面 手机背景 做一个照片 放一锅照片 我觉得这就够了 没必要去 我觉得也算占用资源 你不觉得占用资源吗 现在我们国内寸土寸金 你还去弄一个这个东西 对 你说到咱们 就是咱说还是这么说 可能到咱们处理方式 还是非常传统 就是我们 我们对于父母 对 这一代可能我们还做不了这样开放 但是我希望我下一代 对我处理方式是这样 对 对吧 因为我们还是受传统教育出来的人 就是你 你虽然我现在思想开发 但是我的行为上 我是不太允许我这么做的 对 咱说一下 他们这个 就是像他们这种宗亲士族 对 你们那边 那种 你们应该更传统了 这种 到现在其实还好 以前的话其实还是坚持土葬 就土葬 土葬更 那一辈 更占 对 整个山头 我们扫墓是一般冬至区的 清明也有一般大部分都冬至 然后 整个 整个山头 全是 全是这种 我们以前听的祠堂 宗亲会 那些东西 好像就是谁 比如说犯了什么错误 大家要到那个祠堂里面去 像批斗一样 审批它 或者怎么样 你们现在还会吗 我们那边倒不会说 其实没有像那个电视里面演的 那么老 对 那么传统 对 像我之前看一些电影 也有香港那边 中青 对 他们那种就 等于说 我们比他们弱化了非常非常多 我们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池堂 放在那边 对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或什么 平时有人去吗 那个池堂 老年俱乐 老年俱乐部 就相当于去巨委会 就在那打打牌 打打牌 弹拉拉琴 对 都有 或者是有什么 就是你们那边有什么 就是什么 你们那边的传统节日 就是像 就是要过一个 你们那边当地的 什么一个习俗 有没有 这肯定有吧 这个有是有 但这我还自己真还叫不出来那种节叫什么 但我们一般都叫他叫出游吧 对 对 然后比如说 以前的话是三年一次小的 然后五年还是十年一次大的 是什么 大家一起出去玩吗 不是 不是 就是旅游 不是他出游 不是 对 因为我就等于说直接把它翻译成普通话 没错 应该你们那方言怎么说 撤游 那不还是出游吗 撤游不是上海话吗 看来都差不多 不是 那他们是干嘛呢 怎么描述呢 就是 妈祖那个巡游 我看台湾那边有 我们那边每个村子 就可能会敲锣打鼓那样 对 然后每个村子会有自己的庙 然后庙里面供奉都是什么什么将军这样子的 对 然后我们会把那个 等于说这些将军请出来 然后 怎么请活的还是怎么着 不是 就像我看台湾他们也会有 他们有那种大头五龙五师 还举着那些那叫拍子 我看台湾那些YouTube 什么会去拍 对 类似于这样的 是这样的吗 对 都有 你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说到那个祠堂啊 宗庆会啊 那些啊 你换位思考 如果你放在里面 就用我们大城市生活的人 融入在里面 你会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 就是归属感 对 归属感 对对对 你感觉我是家族的一成员那种 这个是我们在大城市好像就缺失的一个归属感 对 对吧 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玩车啊 国内会有很多 这个车队那个车队 其实说白了 你这种小的车队没有名气 谁都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会阻碍车队呢 就是一个归属感 因为我们就缺少归属感 对 对吧 这都是一样 就感觉 这是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 就类似于像一个 像一个荣誉一样的吧 集体荣誉 集体荣誉感 对 我们其实 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很要强调集体荣誉感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淡薄 就没有那个荣誉感了 对对吧 我觉得现在他们如果还保持这个我觉得还真真挺好的 你看就是像就是一些就是公司啊 企业就没事就做那种团建 team building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就也是培养集体荣誉感 好像就是你这个小队和这个小队啊 这也是一个激励人的一个方式 对 确实是也是好像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活动 可能会这个对这个团队的那个凝聚力啊 这一些都会有一些帮助 有道理 百分百分 因为大家如果一起玩啊 吃饭啊 什么 多沟通了 可能 这总比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工作 和一群 谁也不跟人说话 人在一起工作 效率要高 对对对 对吧 这都是一些就是反正非常也是现在都是非常科学的 在处理一些事情 但你说呃 归属感这个东西 我我有朋友在日本啊 什么 其实你去看呃 南边的人南方人 他们比较有这种凝聚力 对对吧 对没错 潮汕人 福建人 对 虽然说有时候福建人就 很多人对那个口碑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就是 福建帮啊 对对 你你说 我我真没拿个帮拍 哈哈哈哈 但是你想这样能够一起 嗯 一起出来这种凝聚力其实很难了 嗯 很难 这嗯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呃 我也有听我北方的同学说就是 啊 他做生意 他说呃 他们那边能做生意 好像人出去了做了点什么事情呃 赚了点钱嗯 回去都缠着叶子都不愿意跟人说啊 在外面干什么赚钱做什么赚钱的嗯 对 那就像上海以前 中彩票一样嘛 中了彩票还得戴个面具 就不 就怕别人知道 你中了彩票 然后又过来借钱啊 那些啊 但你们那边会 会敲锣打鼓回去 这样吗 我觉得他们那边 就是怎么说 不这样 应该也不这样 应该也不会这样吧 对 但是真的 你说你说不会怎样 敲锣打鼓回去 他不至于 对不至于这样 不至于 但以前不是有就是小小小小小地方的话 就一锦还乡 嗯 那种感觉 那都会 那种过去呢 都会吧 好像 啊 那是好像是就是国家赋予你的一个荣誉 对 观众要读了 是国家给你出的这个钱 不是 我说就村里面嘛 如果回去啊 谁谁谁 哪里回来 比如说泰国回来了啊 就是一锦还乡的这种感觉 你们那边现在还会有吗 那 那估计也得 那时候的有钱人回来吧 对 就是说这个 我就说这种有钱人 他会 会 还是像我们上海 我们上海有个大城市嘛 嗯 就相对了 我说的这南天比较散 嗯 谁家回来了 也就啊 他回来了 也不会 最多就是说邻居 我带个礼物给你 带块巧克力给你 那是这样 但你们那边会不会就是 哎 谁特别有名的 然后回来了 以后大家去吃饭啊 那些啊 就摆桌 摆酒席啊 那些还会有吗 呃 好像也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 比如回来了 呃 亲戚什么 啊 亲戚什么肯定会有吗 比如说一过一年 有什么事 都是哗啦 我一大群人上来了 嗯 然后白白点酒席啊 然后 那你们那边村里面 如果就算上亲戚的话 都得不少吧 因为很多 对 对吧 就是远远近 不像我们家 我们国内这种亲戚 可能摆个桌 也就两桌 三桌 嗯 就近亲的 你们那个说远一点的 其实也在一个村庄里面 没水席嘛 一百 是是 村里风路 嗯 对 这是还真不宽 就等于说多多少少都带点亲戚关系 但这种哎 这种感觉特别好 可能是我们在在这种城市里面生活 体会不到的这种感受 嗯 就我还是说的那个归属感嘛 对对对 就那种跑到哪 我们其实以前上上海也有 弄堂生活 就到哪都认识 哎 在家几零几世的啊 虽然不是一个一个性的 一个有血缘关系那种 但是到哪都认识 但现在好像就基本上 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 对 你隔壁可能 就是门禁 就是摄像头 然后就是像以前的那种 就是胡同 我们那边叫胡同 胡同 上海叫弄堂嘛 就是那种生活就已经 你们那边还有吗 没了基本上 也没了 基本上 上海基本上没了 现在以前的那些 很老的那些平房都拆掉了 嗯 就像那老城区啊 还有什么的 一些都拆掉了 嗯 唯一还保存下来的 可能就是 有一些就是郊区里的村子还在 嗯 但是郊区里村子呢 也是变得规划了 那些平房啊 大的多数都可能就变成别墅了 或者变成那种还签房 那种就是 但是以前这种邻里之间的管 感觉没有了 对 对吧 对 但是就是也会有他们那种 我们那边就是 他们这一个村子 然后呢 有结婚的 就是他们有那种风俗传统嘛 嗯 然后就是派小辈 然后提前一天去那村子里 挨家挨户去送信去 哦 这还挺有意思 真的 这还不错 我跟那个我朋友就去过 就是一起去送信 他们家有那妹妹去结婚嘛 然后就是他们不说结婚 然后就敲个门 哎 明天中午吃面 嗯 哦 知道知道 就走了 然后就再换下一家 就非常周到的 哎 我们以前上海也是 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会把整状楼的人 每一家都送面 哦 就整状楼 甚至隔壁楼 每家每货 都送一碗面过去 然后人家吃完会把面 那个碗还回来 那种 这个还真超出我认知 因为在我眼里 一直以为上海就是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很高兴技术 或者 没有没有 以前不是这样 就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就是 我跟你说的小富吉安 上海人的性格就是这样 过过自己的小日子 然后就是我 今天我买了一个 就是比如说 我们以前 我住上海的时候 小时候是住在那种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是楼房 工房 楼房 啊 桶子楼 调子楼那种 不是 就是现在这种小公寓 这种房子 但是在单元房 单元房 对 但是 卫生间跟厨房 都是公用的 那是桥子楼 我们那边就是 一个楼 然后有一个两两三三四 然后厨房都在过道里 对对对 那家就是桶子楼 就是桥子楼 在我们那边 对 我们比如说三户人家 一个过道里面是厨房 然后公用一个卫生间 然后就是 大一点 是不是十几户一仓 十几户没 有有有 上海也有 就是这 这时候的邻里关系 虽然说有时候 也会因为一些琐事 吵吵闹闹 但是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还是有凝聚力的 就比如说外面 小区的朋友 就是那些小孩子 跑过来就大一点小孩 欺负我们小区里面的孩子 哪怕这两家人 我跟你是住一起的 我昨天刚跟你吵完架 但是别的小区的人 跑到我们家来 欺负你 对不起 我跟你吵架是我们内部的事 这个时候就一致对外了 对都这样 但是我们上海 就以前会这样 后来就慢慢 我到初中以后 大概到高中以后就没有了 我们那边以前小时候 都是那种大院 像他们那种 更 他们那种 要是吵架进那村 可能出不来 晚上桌吵了 轮没了 但是邻里之间的关系 还是挺近的 就是我还是会 今天我过生日 什么送外面 什么大家有事 大家都会帮忙 他们那边人 就是你说这个宗亲意识 还有就是亲戚朋友之间 我有一个弟弟 是福建人 我们俩也就是很小 他很小的时候 十来岁的时候 我们俩就认识了 然后到现在 我们俩一直关系也特别好 就是他们就是 也是 他这个人就是 他自己后来也是做生意 赚了点钱 或者就是开始 就帮助他自己身边的朋友 亲戚 什么什么小舅子之类的 他都管 就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说 他说哥 我就想 就是我现在有点能力了 想把所有的村里面的人 全部一起带 都改善他们一项的生活 但是当然 当然这个期间 也会有时候 我们俩打电话 他也会发发牢骚 就说带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坑我了 然后 就是自己心里可能挺不舒服的 结果这事 我说你也是 不是说谁都能帮 这种 就是给他讲一些问题 毕竟我比他大个 大个几岁 对不对 就可能就是经验比他多一点 然后就跟他就聊一聊 结果他还是 就这事过了没几天 他就带着这一些人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天津 对吧 就我上海 如果说你在 比如说我在泰国发达了 你会想着 说我要把我们天津那帮人一起带 带 带 有这个意识吗 应该 我这个 可能我这个意识稍微差一点 因为我 我那个朋友都特别有钱 都挺好 不用管 不是我就说就是我像我们其实没有这个意识了 除非自己亲戚吗 如果是自己家的姨妈 阿姨 那些可能 我就想着就就仅限于这个范围 你说我要想着什么 把我们那一片一起带来 我好像就已经没有这个意思了 不像你们有这个意识吧 我们好像没这个意思 其实我我们那边要带的话也是说从周边的呃 刚寒哥说的什么呃周边的那些亲戚 什么嗯 姐夫啊弟弟啊 或什么 对就自己的亲戚吗 对自己的亲戚 但你身边的朋友啊什么就会想着把这个村子给带起来的 这种意识有吗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的话呃 自然而然就把这个村子带起来了 因为你们村子全是亲戚 哈哈哈哈 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你说就是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你看朋友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今天傻玩就是这样 嗯 而你有共同事两人越做越好 嗯 那关系越来就是就是会越来越好 对对吧 嗯 就是这个东西都这样 还有就好多 嗯 就是咱们那边啊 或者还有就是哪都这样 这东西你看 嗯 就是一起创业的 或者好多大部分分开原因都是干的不错的 嗯 你是干的特别差 这俩人也不说什么 一点没错 对吧 就是你在这差的时候 俩人都在承担这个 这个这这这些责任 哎 这个人还还越干越好 这个生意的这个事情啊 真的我就是为什么我以前在视频也说过 我不太愿意合伙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闹败了 全是因为合伙 嗯 对吧 就是不赚钱 不赚钱的时候大家亏了也就就就算了 大家也就认了 但是反正往往就是赚了钱了 然后就是分赃不云 对分赃不均嘛 这个就是分不清者 对这个这个问题是就是自古以来 就是就是留下来 我就我就经历过嘛 我以前开开货运公司就是这样嘛 就比如说我是做空运的 也做海运的 然后空运做好以后 然后他们觉得哎 反正那边赚钱了 反正到时候一起分的嘛 就就他们就每天这样 无所事迟或者玩啊什么的 到后来我就会有我想法哎 为什么我一个公司靠我一个人撑着 然后钱是大家分 嗯对吧 就会产生这个问题的 就时间一长了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 所以我 嗯 所以现在这个合同机制 还有这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特别重要 就变成了这个就是你该拿多少 你做多少活 嗯 对吧 你就丑话得说在前面 对你认同你就干 然后呢 你要不认同呢 我们就不做 就不做了 对不对 嗯 然后就是你要既然做了这事 你就把他踏踏实实 把你自己这个责任干好 你不管以后干成多大 你该是一个就什么样的比例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嗯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 你看在就很多地方 他就遵循了这个 就是这个规则 他会越做越好 就商业城市会比较好 就比如一直说上海人 比较有企业精神 就是我们就是个商业城市 就什么什么东西都得黑白纸黑字 立下来 其实这样挺好 因为因为 因为你如果丑话不说在前面 最终会产生很多问题 嗯 但是你按照中国人的心 就是说比如说 啊 中国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啊 一些白纸黑字 感觉好像你就很很淡漠的这种感觉 很见外或者 见见外那种那种感觉 但是怎么说你如果一旦见外了 就就这一道砍不过的话 你可能后面会产生特别多的问题 对对吧 所以说大城市人冷漠 就说起来冷漠吗 就是一般人 你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但就没有个人情 但是人情一多了以后呢 越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对很麻烦的 其实就是你像作为 就是咱们这一代人来 就是来讲 对吧 你要没有多必要的事情 我还真不愿意去成一个人情 对吧 假如说人家莫名其妙的啊 送你一个人情 这人情我接了 我要想怎么去还 对吧 那就感觉人家帮助过我 对吧 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 我都在就是通过这 我走着 不想欠着别人 不想欠着就别人 我怎么去去回报人家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咱通过咱自己的 这一些微薄之力吧 就是就把人家这个人情补掉 对吧 所以说就是这个人情特别难还 也是确实是难 我前两天还是跟跟你聊 我就说现在人际关系 是最难处理的 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这是一个亘古的话题 就是人际关系真的是 我真的很喜欢 你要是能做到他这样 人际关系不难处理 但是如果 但是我反过来说 我跟你相机资深的原因是有的 对不对 就是你有时候 你性格比较直接 对吧 对 你说话比较直 你不考虑别人感受 他不会 对 你看就是像 就是也是跟大家就是 就是咱随便聊两句 说祝格这个人 就是我们 就是咱俩经常会 会说这些事 就我们俩坐着聊天 我就是见祝格一两次 我们俩说祝格这人 就是情商非常高 嗯 他情商非常高 就是他 他是挺适合在大城市生活的 嗯 圆滑 他也不得罪你 他也不是说圆滑 他他谈不上圆滑 嗯 他圆但是他不滑 他不是 他就顺着你吗 什么都顺着你吗 就是 就是老好人 哎 不得罪你 就你今天说 哎 你去看你这手机 你这手机 这苹果的 这苹果的 哎 真不错 挺好 对 这苹果 这手机不错 然后呢 就是 哎 我这是不是 有些问题 你听得到我声音吗 可以可以 刚才那线 那有点问题 哎 你这苹果手机不错 但是我用 其实我觉得安卓的好 安卓也不错 我跟你说 这国产技术 不错 但是我实话实说 我要直了 我反而就喜欢 直来直去的人 跟我有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说苹果手机好 嗯 你说苹果不好 安卓好 安卓好在哪 然后我们可以去 去杠一些问题 碰撞一些问题 其实我不太 你房子都杠没了 但我不太喜欢 我不太喜欢 人家很顺着我的那种 所以你现在 你想想 你就跟你杠的 就都好多 就都不联系了 就因为就是杠这个事 就杠跑了好多朋友 就好多 我很多 我很多朋友 都越杠越 越有 就有些话题 刚才我不还在 跟你说这个问题吗 如果有时候 你跟他 我们所谓的杠 不是说那种 真的吵架啊 那些 我们只是探讨 这个问题 你可以有你的意见 我可以有我的意见 这样一弄以后 就会碰撞出火花 我会想 你说的是不是对的 然后你会想 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但是你想 如果说 我不是说你的性格 就如果说 我说安卓好 安卓好 苹果好 苹果好 这样的聊天 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就是没有 对我来说 没有太多的东西吸收 所以我 你明白吗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阿建 这瓶水好喝吗 好喝 那个果汁好不好 好喝 你可能 我希望你是 我希望就是跟我聊天的人 是这种 哎 概概我跟你说 那个特别好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那个东西怎么怎么样 对吧 反正你一细想想 就是 就是 基本上没给咱过 什么意见 意见 对啊 他不给咱意见 对啊 就是你 这样的人 你跟他就是 倾诉是会特别好的 这也不错 他会安慰你 对比如说我跟小汉吵架了 你说对 韩哥是不好的 他有一些问题 对吧 我这个一天藏三包烟 对 但是你说 如果说像我们两个 有时候要讨论一些问题的话 你跟祝哥真的是逃不出 什么 什么结果出来 对你看到现在还都来 是 对 是 所以他 他这个性格呢 有他性格的好处 他挺好 他比如说你 你做销售 我觉得特别好 对吧 人家说 说这瓶水好 这瓶水好好好 那瓶水也好 也好 都好 都好 都不说 你花钱就都好 对 所以说 祝哥这种 是会有很多 很多朋友的 但是他也会接受你的意见 对 真的 他不说 但假如说 他就是 他觉得你这个 东西对 他就是 他会信任你 但是你接受不到任何意见 对 但是我来讲 接受不到任何意见 就是你 他把这个问题全抛给你 反正你说对 然后你来吧 然后反正他反正心里想 他心里面在想 我操这个傻逼 因为我太太不 所以他这个性格 我觉得就比如说做销售 我以前在上海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朋友 他做金融的 他也是这样的性格 比如说 说这瓶水是甜的 他说 对 该跟你说的 是甜的 然后我说 对 这喝着喝着 变咸的 对 这个后味是咸的 喝着喝着就变 就这样的人 有点像 就是西游记里的 杀石地 杀物镜 师傅说的对 对 这就是耳师兄说的对 但是就说 如果可能 我们去碰撞一些东西的话 就会比较 那你就说的对 对 他挺有意思 真挺有意思 他也没有什么 就你平时烦恼的事多吗 没什么烦恼的事 你看 就这是长寿的秘诀 你80多岁一点不显 1892年 一点不显老 一点不显老 他们就是 其实你看他作为一个 90后 就是已经不像了 他就很像80后那种感觉 他比较成熟一点 他可能喜欢那东西 比较90后 他喜欢那些 就是很多 就是我跟他聊过 祝哥 我知道 他是宅男 喜欢那种 小男子 跟小冯聊半天 就很性感的小女孩 玩玩的 就屁股的 小冯也喜欢那个 对 然后那个 你说他就是 你看着表面 他挺奇怪的一个人 他就喜欢那种玩具 那你想他总要有个 释放的出口吧 你不能他 他不是有五个对象吗 他是可以 祝哥是可以自己去自我排解的一些 自我排解的 怎么排解 他不会在你面前发 但肯定不能在我面前 不是 那你被打死人了 我说 我说他不会在你面前去 去发牢骚啊 去给你抱怨啊 那些 他有脾气 那肯定有脾气 但是他会 我也看见过他发脾气呢 你还发过脾气 他发脾气 那天就是 他跟谁发脾气啊 他跟小奶发脾气了 怎么发的 小奶在那天就碎碎念到他 他不高兴了 发脾气 怎么发的 小奶还吵两句 我是什么地方做错 得罪你了吗 怎么了吗 我一天 不就多抽几根烟 发脾气了 但我是觉得 真的就是朋友之间相处 你难免会有矛盾 发出来 发出来比憋着好 就有话就说出来 对你讲道理 说完以后就过了就过了 这也到 我自己交朋友也是这样 因为有很多东西 你像我跟小韩 我就经常 我就经常说他 但是他没感觉我在说他 但其实我是感觉 我的语气是有点 有点就直接在 在说他这个问题 但不是 我不是骂他 我会比如说 有时候跟他说 你这个怎么 我就会跟他直说 他可能也大大咧咧 他也不 我说我 我跟你有时候也发脾气 也说你 他说你说过我吗 你没说过 我要是觉得他说 我可能就 一前过去 对 因为他是比较 慢的性格 我是比较急 我有时候一旦有事的话 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做 做婚姻代理 就很着急 特别做空运的 就有单子 马上要处理 处理不完 你这个班飞机出不去 就出大事 所以就造成我性格特别急 今天妈妈 快快快快 东西单子给我 赶快走走走 就是 但是你不急的话 你做不了这个东西 他每次喊我 就是假如说 我们俩干什么 你快快快 快来呀 赶紧的快点 快点呀 他会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马上到 一等等一小时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就马上到 你一想 我得吃饭 我得洗澡什么的那种 准备一下 对 我是比如跟他说好 什么出去的时候 我可能就还在床上 我可能五分钟 就在楼下等他了 我就是这样 很着急的性格 就是 我效率会很高 就直接做事 我做事马上做完 做完 我因为这件事情不做完 我会心里特别难受 就赶快处理完 处理完我就结束 他就你知道 他喊我的时间段 他一喊我时间段 11点半到12点半之间 那时候谁不吃饭 我就不吃 快走快走 他不吃 他不想你吃不吃 你知道 我今天到现在没吃过饭 早上到现在 为什么 就早上不刚才 有朋友来聊聊 聊到现在就 什么都没吃 那我们今天可能 这一期节目会偏长 我们这期 我打死你 不过你也没事 咱就在这聊 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 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我不怕别人跟我杠 但是你有话就直接跟我说 对吧 你跟我杠都无所谓 有时候我跟他 我跟他也吵不起来 他性子也慢 他性格 韩哥性格放在那 你怎么吵 他可能都笑脸 都接下来 他不笑 他也不笑 但他可能自己会想想 对 就是也 对吧 就这样 他都这样 我还说什么 不说了 对吧 你想每个人 都得有一个出口 就有时候说一个台阶下 对吧 你有时候他还这样 有时候比如说 我刚才 我说一个小时到 太太到 有时候一过来 我就想骂他 我过来 笑嘻嘻 那我还什么 赶快录吧 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我录完以后 我还得剪 我还得花好长时间 然后先导出特别慢 然后一旦错过了 隔了一天 我就觉得拖了一天 我心里面 就是道德洁癖又来了 这你拖根的介绍 我主要这个 道德洁癖比较差 然后他说 那天还跟我说 坏了 咱今天可能跟不出来了 怎么办 咱说好 周日更新 怎么一更 咱玩去 这玩就不更了 因为我是觉得 就是我如果说出口的 我订好时间的 那我必须要出一个 就像星期三出那个 那个视频 我是下午 我还陪他去买车呢 对吧 买完车以后 马上就去跟那个东西 我就快马加鞭 赶快就 后来好像是八九点钟 才跟的吧 那换韩哥 如果来处理这种事情 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就这事可能就 就随便了 就不跟了吧 走吧 算了 我就是还是偏向于 就是想干我自己 那个事为主 我的性格属于就是 但是你发现 我也是矛盾体 就是我不喜欢 我每天说 我要花什么时候学习 什么 但是我真的说 定好这个东西 我还是把一件事情 就搁在心里面 就是我这件事情 我答应过做的不做 我就特别难受 这个电台也是 我就是比较上心 就是你做这个电台 就是假如说我们平时 因为你也喜欢做这个 我觉得好玩 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我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就爱爱干 然后我有时问他 我们俩和就是沟通 我们平时我们俩就聊天频率 挺高的 然后已经在一天 可能就是一会说点这个 说点那个 因为我必须得一直聊 才能聊今天做点什么 忽然间就想 我说这期电台没录了 我有时会也会提醒他 或者什么 咱什么时候录 录什么 我们俩就商量 然后就 今天就是 说你还是先抓了 昨天想想 对 祝哥 跟祝哥聊什么呢 祝哥 然后就想 祝哥其实也有意思 有啊 就是我是发现 就其实每个人 身边每个人都有 值得挖的那一点 对 每个人 都有有趣的那一点 其实你说 祝哥有时候跟我们聊聊天吧 你从他身上 得不到什么信息内容吧 他自己心里面的 小九九可多了 对 他就把你们的内容 全部吸进来了 然后就不告诉你们 对 那你知道吗 最近天天我不知道 他有什么事啊 天天就造型 什么一系列 方便衣服蒙满 对不对 因为祝哥 祝哥以前是程序员嘛 对 我们聊聊聊聊 再回过来聊祝哥啊 不聊我们了 以前是程序员 你是大学一毕业 就开始做这个 对 大学 我学 你学的这个 你学什么专业的 计算机方面 那时候计算机 教的都比较杂 有各种语言都教一些 普天系的计算机学校吗 那你去广 大学毕业的 那个厦门理工 厦门理工 那你去广东 就是做计算机的 对 直接就是 其实我在厦门读大学 然后一毕业 也就在厦门 直接找工作的 中间玩了几个月 那你是那种 敲什么代码的 那个安卓手机的APP 哇这个现在可火了 现在一般 就之前火 然后后面就变游戏 手游 你是为什么来这边 来这边 当初其实我没有想说 要到哪一个国家 或者说要出国 就在国内 对 大多数人都这样想 对 然后后面是因为 我一个发小 是真发小 然后 真发小 对 那他在这边好多年 他在这边有快六年 然后他叫我也叫了 有个五六年了 对 那一年过年 刚好闲着也没什么事 或者说刚好创业失败 没什么事就过来了 你创什么业 计算机的 没呢 那时候去深圳 做做珠宝发明的 哇 你还做了珠宝 这珠宝 珠宝鉴定啊 那不是 那不是认诞 买卖珠宝 就倒卖 对 因为那个深圳那边 随便那边做这一块 很多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只知道 普天有鞋跟医院 其实木材 然后玉石 然后干材 然后包括这个珠宝 都是非常出 那你们这样说的 你们那边其实还是 生意人变多 偏多 对 做生意 做生意的偏多 所以你们那边 生意脑子还是 广东那边好像也是 做生意的比较偏多 他们那边就是 我跟你说过 就是一吃饭 一聚会 聊天不聊别 全都是生意 特别有意思 也不一定 就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 别的地方有没有 就我们那边人 就基本上 家家户 不能说基本上 肯定家家户户 都有那个茶具的 我们一般过去 喝茶 就是喝茶 这种东西 你知道这茶具 这茶桌叫什么 在中国 茶桌就是杀猪案 什么意思 就等你 过来喝茶 宰你一下 就是这个茶桌 茶桌文化 就在中国也是 就是好多事 大事小情 是茶桌定 不酒桌吗 茶桌 真的 这个茶桌 比酒桌 这个 还很 因为好多人 在酒桌上 就不理智 或者是 他就有一些戒备心 但是在这个茶桌上 真的 好多人就在这个杀猪案上 大事小情 都是成的 真的 有些吃亏上当 也在这 茶桌就是 就是属于 酒桌是快刀斩乱麻 茶桌就是慢悠悠的 忽悠你 也不一定吧 就是 其实就是 他是一个比较 轻松悠闲的 对 刚才我们在外面 也喝了一天茶了 对吧 你就聊聊天啊 什么呀 因为茶桌上 你很多东西 可以聊着 也可以聊 你不一定是 有些大多聊生意嘛 对吧 送着什么目的去 但是你可以听到很多消息 对 没错 山南海北的人 可能都在这一桌做过 对 对吧 所以 刚才祝哥就在旁边听消息 所以说 抓取数据 对吧 每次泡茶的这个 这个茶桌主 信息量是非常大 对 对吧 你说这个 今天你是盖房子 阿剑是卖钢筋的 你们俩都不是一天来的 对吧 假如你聊天聊天 假如他来了十天 你来八天了 你那东西好卖吗 不好卖 我这有一个人 你要不要这东西便宜 你们俩过来一弄 我还赚点钱 这你还真说了 对 真是 那你们那么多人跑到我这边来喝茶聊天 我到现在一分钱没赚过你 我得赚一点 你没聊出事 你这个 我们整天聊的 每天过来聊的都是什么 我们整天聊的玩了 你这就天天就是把大伙钱都养出去了 买车 买这个名买船 后天买把枪 买BB弹枪去 自行车 自行车 真是我这最近也是生活积极健康的 我都快走不动 腿都暖了 昨天是健身练的也是精神状态 都是非常的爆炸 诸哥你现在来了大半年了吧 快一年了 你感受怎么样 感受就是 我这人不怎么会有描述感受的东西 但我就最直观的感觉就是 相对于国内来说轻松了很多 节奏慢 节奏慢也是一回事 另外一个是 他这边的氛围或者说一个气场 或者城市的文化 环境 对 传递给自己的一个信息 就感觉这边空气都是很慢 对吧 就是我对清脉 清脉对于我的记忆里面 有很多味道 味道 嗅觉上的味道 真是有 你一闻到这味道 你就感觉知道 这清脉 对 通过来 比如说我们说 通过来烤肉 烤肉 我们国内也有烤肉 到处都有烤肉 但是清脉的烤肉有 就太过烤肉 太过烤肉的味道 您说这个城市味道真是有 就是味道 我嗅觉上的味道 真的就是一坐那种 假如说你到那个曼谷 到清脉那飞机上 可能都有那个味道 就我每次我回国以后 到清脉一回来以后 以下飞机 这个空气闻出来 就是清脉的味道 就特别熟悉 李永剑来电话 这真是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走位 谈话节目 对吧 你可以接 然后你骂他 为什么打扰我 你对于清脉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喜欢那吗 喜欢还真挺喜欢 我本来计划来这边 只是说 应我发小之腰 我过来 待一个两三个月 也不能说旅游 待一个两三个月 看一看情况 合不合适 我都得回国一趟再过来 对 哪怕合适 我也得回去再过来 你本来是没准备 在这边常驻 对 结果就留这了 结果 车也买了 就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其实疫情 只能算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 其实你自己也不想回去 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那几个月的 或者说 给你感受 对 跟清脉的相处 或者清脉给我传过来信号 而且现在朋友越来越多 是不是 就越来越好玩 确实有这样子 就是感觉 咱这一群人 就是车友也好 就身边朋友也好 就感觉跟 也跟个大家庭一样 对 万七八糟 什么也都能聊 各种各样的人也都有 各种脾气的人 性格的也都有 什么样都有 真的 小冯这样子 对 阿明那样的 我发现 我发现 Wincent的性格特别好 他性格 好像 我们俩性格有点相像 不像 不像 你跟Wincent不像 我跟Wincent 能聊得出东西 我跟你聊不出东西 你每次都顺着我 对 因为我真的没有 可以提供出来的东西 你可能没跟 就是阿祝聊过 什么他的专业 对 就我们的信息量是差的 我跟你去聊一些 宅男的东西 小红能跟你聊出东西 对 没看他们俩经常半夜 讨论哪个 娃娃屁股比较俏 就是特别奇怪 就真是 他们俩真是 你看他们俩聊天 对话 就是感觉这是 什么东西 看不懂 然后你像 你像我们说 就各种各样的 阿明的这样的 像小蕾这样 像小孩子一样的 也是没心没肺的 那种感觉 小孩也 就 就各种各样的人 人都有 但是我们 还是 那句话 就是能够聊得到一起去 是吧 你仔细发现 小蕾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动作 小蕾动作特别大 每次一高兴 一激 哎呦 吓你一跳 我也是注意了 就是 就是好久 没事 就是小蕾 一发现什么好东西 然后眼睛还会瞪 拍桌子 哎呦 就是高兴 不是眼睛还会瞪 哎 对啊 哎 特别有意思 真是 就特别 就是感觉 还没长大 那种啊 就是我 我也是 我在这边 我感受到 我小时候的感觉 嗯 就是可能有二十 二十多年 没有 一帮高中同学一样 哎 对对对 就像 就像弄堂里面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弄堂里面 就 哎 我 我出去 找 然后可能 话也不说 穿到别家去了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这边 也大家也没什么太多正事 就随随地 对对吧 你如果真的放在上海的话 你该上班的上班 谁 谁有空来跟你 就像我以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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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丽江 丽江有个朋友 然后我说 我说你们平时去酒吧什么 哎 我不去酒吧 然后我们每家人 每个家都是酒吧 也是住我这种 独门独愿的 怎么样吗 他都是酒吧 然后打一打电话 就来一大拨人 他说谁还跟我说 打电话 过来喝酒 没空 你都来丽江了 还跟我说没空 其实我感觉这边也一样 对 真是 你看那个路上 你到那晚上 那个时间段 你看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在咱那 就是好像 就是感觉这个 就你要看着同时 这种就是场面 就感觉特别奇怪 你在这边就特别 这边有一条路上 12点的时候 晚上12点 你说这边什么夜生活 不夜生活 就晚上12点的时候 我在那骑自行车 路上还有骑自行车 就碰上 还在那打招呼 当我骑到那足球场 那有一帮人在那踢球 好多人在那踢 对面的是一个小酒馆 喝乐 在那笑 烤串的一群人 但是你看 这些酒馆都不会特别大 就是路边的那种小酒馆 可能就两三张桌子 就是就很小的一个东西 他们会把它 哎 弄得就很快乐 那些 他们就是几个人 只要在那喝就行了 幸福感特别 路边上还有 他们俩拎瓶子在那喝的 就是也没地 可能从7-7弄两瓶 然后就坐那就喝 提前买几瓶 找个就是树底 就坐那就开始喝 这挺有意思 然后你要到古城那边 又不一样 对吧 古城现在比较萧条 古城现在就基本上 这是没人了 就基本上没什么人了 其实我还没体验过 就青麦那边有游客的 其实你在这边生活的话 有没有游客 跟你现在生活区 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 就有游客跟现在疫情 你生活的地方该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就游客不大会往这边跑 它不会影响到 不会 就是咱们就是住在这边 我们住在这边 就是你感觉不大 但是你要以前住在宁曼那边 那个区别大了 那天那都是人 到哪去就不可能 就哪个地方不排队 你等哪个轰绿灯口 就是你等 那个人多了 就是行人过街的 就一翁一翁 就宁曼路那边经常堵车 就我们以前不太远往那边走 就是因为堵车 但现在基本上你看也不堵 到泼水节的那天 就是每年泼水节那天 在古城那一圈都不是堵车的 是堵人 你走都走不过 车都走不了 绕一圈几个小时 你绕一圈 从我下午两点出来 几个小时 六点半 就转了一圈 就围着古城转一圈 那就十分钟到 不知道今年的 泼水节会不会办 去年就没办 没办 今年也够呛 现在不让这集会 或者是什么样的 不办也好 就大家赶紧把这疫情 撑过去再玩呗 对不对 就赶紧真的是 就是快过去 快过去 我都有点想回去待两天了 说到这个真是 就是平时我们在这边 好像 这边挺好 时间长了 我还是想 你回去可能也就待个 两个星期又回来了 是吧 但是就是想 该回去 想回去看看 看看外婆那些 对 是 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你在这边 长了 是已经适应了 这边生活了 但是 要回去看看 就是 我也得回去看看 对 对吧 就看看 就是朋友啊 那我 我肯定得不隔离 不隔离的 我才回去 如果 还有隔离的话 我觉得就 看情况嘛 也不知道 这个就是这些政策 或者是这个 就关键是世界的这个进度 是一个什么进度 对 就是哪怕中国 泰国好了 因为现在的世界 不是像以前隔绝的 你看 每个国家都连在一起 对 出国了 对 近是真近 很近啊 我们离云南才多少路 而且我们就太北 坐车一个多 就坐车 坐那个飞机一个多小时 到昆明了 到昆明了 没感觉 对 然后但是 但是咱是在国门 但你昆明 你昆明回上海 得几个小时 对 你昆明回上海 他不隔离啊 对吧 就说这一句 你这咱这回去之后 直接就 现在已经没有 那个回昆明的班机了 都是直接飞上海 上海同意隔离 中转点 然后同意隔离 同意在分配啊 去哪 然后你再 从上海再走 对吧 你说回云南那多远 本来一个多小时 到家了 然后直接先飞到上海 再坐四个多小时 飞机飞回去 对 你们回去还更远 因为其实我们回上海 也就四个多小时 我们回上海 顺路啊 我们最快三个半小时 就到了 我们回上海顺路啊 对吧 我们就到上海 假如说就当转个机了 到上海也顺路 对吧 你要说云南呢 本来到家了 飞过去 到上海 然后隔离完了 飞回云南 那太难了 这太不舒服了 真是 你今天说什么 飞回云南 不是 我说 现在上海不统一 隔离吗 家住昆明的 然后先得 从家门口 你说住云南的 对吧 对 人家已经到家了 不能下 对不对 你不能跳伞 你跳下去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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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猪哥他们 在福建 也比这边近呢 对 对 也比你上海近 对吧 人家也得先 飞到上海 再到福建 对 所以只有 只有等不隔离了 才回去看看吗 对 收拾收拾回去 好好好 还有多好东西了 你爸妈想你吗 还好 你是独生子女吗 我是独生子女 真的 真的 你们那边不是 也是说好像 独生子女少是吧 还是就是 家里生生 他去哥那时候 其实相对的 我这一辈的话 独生子女 多一点 对 我这一辈的时候 会多一点 因为就是市区里面的 好像想应 一些什么号召 什么 基本市区里面 都有独生子女 你们那边 其实就是 我们传统说的 那么祠堂 什么宗庆会 那些 其实到你们这一代 就是我们这一代 已经就是很淡化了 对 对 对 已经没有像老年人 把这个东西看得特别 但是相对应的仪式 或者什么东西 还是会有保留下 就会比你城市里面 传承还是继续传承 对 对吧 对 像你就是 假如说如果到你这个岁数 你们都 你们有族谱吗 这还真有 之前村子里面还发过 对 是吗 对 你们家那族谱有多少人 你看过吗 这没看过 你在你们家族谱里吗 这话我不说 不说 是祝 你们临时族谱 对不对 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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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忘了 祝哥姓 姓什么来着 你姓什么来着 姓朱啊 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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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我一样 哦 你们俩还本家 对啊 你查试你们家族谱有他吗 哈哈哈哈 是是是 成姓好像是第三大姓 辈儿比你大呀 你看他这老练一样的 那么好 你得管他叫什么舅舅之类的 叫叔叔叔 对对 他是 他是翔子辈儿的 你是什么林 你是林 你怎么知道我翔子辈儿的 我成羊超吗 那很多人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个辈分的 他中间那个字就是辈分 我还真是 对 他中间那个字就是你跟那个德学厕里 那些什么郭德纲 是不是 你这么这么说起来的话 我这名字还还挺传统的 对吧 有辈分在里面 对 一般中间 昆廷那个就没有了 就我们自己取了 对 对吧 那基本上你看他那家里大人三个字名字 然后那三个字中间那个那些中间那个字都一样 但你像我爸 我爸可厉害 我爸名字是自己自己偷偷摸改名字 我爸原来名字不是现在这个名字了 自己改了 多厉害 自己改 改胡合博去 这个也比较时尚 就觉得这个字不好听 换一个名字 就真觉得名字不好听 我不晓得他自己改了吗 那是 是 有的那过去的名字 那提起真离谱 什么王铁锤 乘口丹 万一真叫这种名字 对 你自己能不改一下吗 对 那你们你们有那个备份 你名字里面有那个 也不是说全部人吧 你要永字汪是不是 他 陈 陈 陈 对 余字汪 你是 对 但肯定你那个平辈人都叫什么陈宇什么的 对对对 像我谭弟 也是 陈宇凡 陈宇凡是你表弟 就是基本上就我们这平辈的都会都会用 叫陈宇什么的 都叫陈宇什么 陈宇什么 那还是蛮传统的 还好 然后包括我爸那一辈 他跟他兄弟也都是同一个 但这个字具体是根据什么来取的 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写出来那么一个东西 有可能 就一辈 这个辈什么自辈 什么自辈就一个已经 这个我还真不想 但爱乐丽那个你有取这个没有 没有 对吧 没有 那你有吗 我也没有 我俩字名 我怎么有 孝子背 孝 就拔了 那我中间 这是我兄弟姐妹叫什么 对吗 但我好像我听说我 我以前小时候听我爸说 我以前就是好像就我同辈份的 可能远亲什么就叫陈宇 陈宇六点万 突然间想起来 就是这两个字 可能就是他 大概就是他 了解一下 不管他这个是做什么节目 然后现在先蹭一下 一说我那个陈宋六点半 他是我们家亲戚 我们家好像真棒了 有很多 就我妹妹那边 是我阿姨那位妹妹那边就有上海挺有名的主持人 是吗 不算远 算远亲吗 不算远亲 对他来说不算远亲 算近林 近林关系更好 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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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情那不是 这说话不严谨 现在咱们这个电台节目也是确实越来越不严肃 你看我都这样这样录节目了 我在下次要躺在地上录节目了 他录节目特有意思 穿内裤录 我录了好几期就穿了内裤录 太厉害了 现在越来 反正前两天天冷的时候也穿内裤录 你不知道怎么想的 上一期节目我录的时候 我都冻死了 上一节 是Wincent的吗 不是上一次是小胡刘旭和Eric 三个人 上次就小胡刘旭录那期我冻死了 对吧 开空调了吗 我忘了 一天冻死了 还可以 好了 今天我们特别感谢祝哥过来陪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特别 我不想打架 他太吵了 我说这问题 我们让网友在下面打个评论 小汉老说他 我当然我知道他是太开玩笑 其实我是觉得你看祝哥的眼睛 什么其实特别漂亮 你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祝哥不丑 不丑 就五官各方面 五官各方面 其实你去看他长得特别 挺可爱的 我跟你说就用一句话就是现在那小鲜肉那些太多了 他就是特别爷们的那种 脸 你看到吗 大饼脸吗 就是很男人的那个脸吗 不是那种很娘的那种 他挺好玩 挺可爱的 所以你老说人家丑 他调侃 我韩哥就调侃了 我逗的 我每天逗的 然后他就多可爱 那我以后 我以后没事也说你丑 好吗 那不行 祝丑丑 只能我说 你们不能说 你们要说我要攻击你们 行 独自享乐 对 然后就是我自己天天每天把玩的 以后以后 祝哥哪天可以跟我们聊聊那个 今天聊了你们家里家乡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跟小冯啊 一起我们聊聊那个手办那个事情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是理解不了的 但这个事情的确是存 我是真是不懂 不是理解不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那小娃娃什么 我也就是看着是做挺好的 但是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是觉得 这个东西也不会动 也不会怎么样 而且特别贵 我玩玩具啊 我家里不有好多玩具吗 是 但他们那种不一样 他就是一个放在那边 也不会动那些 就是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摆件嘛 你就跟 你说那青花瓷瓶好哪呢 对不对 这不也是摆件 他能干嘛用啊 你说他放在那 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么理解 好像真差不多 他没有什么作用 他就是功等性 就是他就观赏性 你说你家里买幅画 不一样吗 就是这个东西 这只不过就是他们 对于这个新的 就是产物的认知 还有这个东西的价值 你知道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就是 咱多说几句 就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人家就超出 你的那个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 一个小娃娃拿出来 可能卖20万 这就有啊 对吧 就是某某 大师什么限定的 还得什么什么招的那种 可能祝哥没有那么贵的 当然是有这个东西 那东西真有存在那种 很贵的手腕 对 行 哪天我们聊一聊吧 好 今天到这里结束了 好的 好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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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